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方彦迪 台北复兴实验高中极研社 本周在洛杉矶参与机器人竞赛 这支刚刚组建两年的年轻队伍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评审的期赖 取得赛场上唯一的创业家大奖 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办的高中机器人竞赛 在美国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每年都有超过3000支的队伍参赛 可以说竞争非常激烈 今年的竞赛以终点外太空为题 参赛队伍需要在六周之内 完成机器人的设计和制作 来自台北复兴实验高中极研社的同学们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这个赛事 大家还在脸上画了好似血厌的图腾 不仅帅气 好像也在向对手们显示自己机器人的凶猛 就是很高兴带领19位同学 到洛杉矶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 我们的队会是台湾黑熊 我们希望用台湾的精神走出国籍 在这一步上收到许多人的帮忙 有热心的家长 还有桥姐热心的支持 再次谢谢大家 这次参加比赛的同学们 其实都非常有利用机赏 就是他们从一开始比赛 准备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各自分工 有负责机构的 负责电子的 也有负责写程式 同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 在这个比赛就是高中 他们必须要从一开始都上网去分析 这次会来参加比赛的队伍的特性 然后我们之前任何比赛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的 算是温馨吧 因为其他比赛都是精神力很强 然后别族都其实都不乱别族 但是这个比赛它有一个 soul purpose 它有一个精神在 那个精神就是 gracious professionalism 另外一个的话是 covertition 这两个都是提倡合作的精神 大老远非来美国 我们还有时差问题 所以当然每天比完赛都很累 但还好这个比赛就是提倡合作 我们都可以跟别的队伍来借工具 或是让他们来帮助我们 所以其实这样我们也学到了非常多东西 那我们也是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去 复兴实验高中队伍 今年获得了创业家大奖 这个奖项主要是评比机器人团队 商业计划的可持续性 学生团队不止可以设计和制作机器人 更要在组织管理和寻求募款赞助上有所成绩 中天频道编辑报道